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了解的赵文卓没错 但这架势这派头 摇头晃脑一身正气的样子 和这个舞台真的很有违和啊 刘星宇听过很多版本 没听过这么别扭的版本吧 侠气深情的方式 让人觉得他仿佛下一秒就要捅刀子了 这不是什么刘星宇 这是刘星锤啊 还有赵文卓主动担任队长 他健康的生活方式 以及讲话时尽显的大佬风范 这些都让观众觉得惊喜 节目里的反差感 让他的形象突然变得可爱了 其实观众喜欢看到的 就是哥哥的另一面 赵文卓做到了 说起赵文卓 很多人对他的印象还是很不错的 青蛇里帅得不要不要的伐海 风云里有情有义的聂风 还有黄飞红系列里 侠气柔长的黄飞红 赵文卓演过的这几个角色 都是观众心目中的白月光 帅气的形象也让人记忆犹深 可正当他风光无限的时候 好像突然消失了一样 如今的偶尔露面 都让观众感慨万千 当年要是在好好发展下 如今岂不是大红大紫吗 可是赵文卓淡出圈子 不是没有原因的 他的另一副面孔 或许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的是 曾经在2012年赵文卓和真子丹 两人掀起了一场娱乐圈大战 众多明星都是因为两人而各自站队 起因是赵文卓和真子丹 和拍电影特殊身份 结果中途剧组就放出了声明 称赵文卓要推出电影 但没过多久 网上就有了一篇赵文卓耍大牌的爆料 赵文卓很快就开了发布会 否认网上爆料 可片方又来了一锤中击 直接爆出了赵文卓在剧组里的所作所为 剧组晒出了一张令人扎舌的账单 赵文卓提出要住 四万五千八百八十五元一碗的总统套房 并要求剧组支付他妻子 孩子保姆 英语老师 经纪人和助理的开销 以及配备保镖 生活制片和司机 每日光住宿费就要五万三千六百四十七点五元 而与之对应的是 真子丹和助理每天六千两百八十五元的生活费 紧接着赵文卓就接受了采访 他称剧组所说的是假的 并指出真子丹是戏霸 自己宁愿被封杀 也要把这个事说出来 剧组代表真子丹再次回应 两方说法大相径庭 然而从这个回应 网络明星开始了战队 引发了一段时间的网络暴力 没过多久 特殊身份的前导演 谭冰手握证据爆料理系列 真子丹的恶劣行径后 网络上还有原来战队真子丹的 转为了大部分战队赵文卓的 最终没有一个真正的真相 两人都消失了一阵 只是后来真子丹凭借名气和作品 又回到了大众世界 而赵文卓则是消失了很久 也很少拍戏 从他的社交账号来看 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给了家庭 其实可以说赵文卓是彻底糊了 但仍有不少人记得 他和梅艳芳那段美好的爱情故事 只是这个故事的另一面 似乎并没有那么美好 1995年 22岁的赵文卓来到香港 被大导演徐克签下 成功拍摄了《青蛇》 和《黄飞红之王者之风》 并凭借这几部电影 渐渐在香港的娱乐圈 站稳的脚步 民声大噪 但始终苦于香港的排异文化 再加上前面有成龙 李连杰两座大山在前 即使自己有着小李连杰之称 但也无济于事 就在这个时候 他遇到了贵人张国荣 在圈内 张国荣是出了名的喜欢带新人 他不仅对本土新人好 对外地更是一视同仁 于是在拍摄《满汉全息》时 自卑敏感的张文卓 就被他一眼相中了 为了缓解张文卓的紧张 张国荣常常特别热情地拉他过去 站在他旁边 只为了增添他的曝光量 就连每次上报纸 都让他站在最中间 为了照顾他 张国荣甚至私下里带着他对戏练台词 还把他介绍给梅姑 促成他俩的缘分 于是当时的赵文卓在香港并没有很多朋友 梅姑的出现就像是一道光照进了他的心里 驱散了他当时的阴霾 再加上梅艳芳性格向来外向豪爽 所以他就像带小弟一样 经常带着他一起玩 有时训练结束赵文卓也不回家 而是和他一起聊天 两个人这么一来二去就慢慢聊出了感情 这一年赵文卓23岁 梅艳芳31岁 一个是乐坛天皇巨星 一个是李连杰小接班人 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走到了一起 但奇怪的是 这份当时算得上惊天动地的爱情 走到一年就结束了 分手之后 梅姑每次还想往长央打招呼 但是赵文卓却总是尽量回避着 只有傻傻的梅姑 还沉迷于上段感情中无法自拔 为了挽回爱人 梅姑甚至隐瞒自己患上宫颈癌的消息 赵文卓在回应二人分手传闻时 只是推托着说 我和他相差了八岁 那都不是问题 梅姑一直是我最深爱的女人 我永远忘不了他 只是我现在在忙事业 等我事业有成了 我会回去找他的 殊不知 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从分手之后 赵文卓就勾搭上了吴琪丽 而他不仅没有等到爱人 反而因此丧了命 2003年8月 香港的女儿梅艳芳 在演唱会上穿上婚纱 深情款款的说 我是一个演员 也是一个歌手 穿婚纱不是第一次 却没有一次属于我自己 这可能是我一生的遗憾 但我有你们的爱 这将遗憾填补了 我将自己嫁给音乐 不到半年时间 他就永远的离开了 如果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最大的惩罚 大概就是嘴上说着爱你 心里却早已另有别人 用一段感情毁掉一个女生的自尊与骄傲 让那个满心欢喜都是你的姑娘 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 那么赵文卓做到了 1996年4月 被雪残逛几年之后的吴琪丽 复出 在电视剧《黄飞红》中与赵文卓搭档 当时赵文卓正与阿梅拍拖 外间甚至传出两人很快走上红毯 就在这时 吴琪丽有了机会与青春偶像同台拍戏 两个人的关系一下子拉得很近 当吴琪丽知道将自己拍戏的事 赵文卓时 立即脸飞红云 激动而又羞涩 第一天的工作结束 就约着几位艺人一起喝酒 来了场红门宴 那时 吴琪丽与赵文卓之间还不是太熟悉 话也说得不多 后来吴琪丽主动站出来向赵文卓敬酒 并表示他早已赵文卓的超级隐秘 一直都希望能够认识 并且得到他的签名 期间还讲到几件中学为他痴狂的小事 一个满眼崇拜 一个享受被崇拜的感觉 于是两人关系突飞猛进 不久以后 同事中就有人见到他们两个一起吃饭 趁着拍戏见戏 他们似乎总到无人之处谈悄悄话 梅艳芳对此事自然是十分恼火 他不明白吴琪丽为何处处与自己作对 前次传出吴琪丽与林国斌上演飞机爱情 他尚可理解 毕竟林国斌和自己分手多年与他无关 但这次吴琪丽又咬上自己的现任男友 另一方面梅艳芳毕竟是歌坛大姐大 也是影坛大姐级人物 同一个刚出道的女新争男人 确实很让他没有面子 于是他表现得极为冷静和大度 与赵文卓道了再见 直至死亡都没有见过赵文卓 都说从来都是指纹新人笑 不见旧人哭 更何况梅姑当时正处于情伤未遇时 新欢却早已歌舞升平 2000年赵文卓与前女友小莲坠入爱河 赵文卓心情不好时 小莲就在其中充当节语花的角色 甚至在异国他乡加拿大 还替赵文卓生下一个儿子 并取名赵文达 但俗话说 妻不如妾妾不如偷 得不到的永远都在骚动 被偏爱的始终有恃无恐 更何况派戏期间还遇到了一个 一顶一的大美人蒋勤勤 传闻小莲怀孕生子那段时间 恰好赵文卓正在横店拍 《书见恩仇录》 和蒋勤勤共谈人生大事 之所以爆出来 还是当事人说漏了嘴 2001年 一直被双亲逼着解决个人问题的蒋勤勤 不小心透露出 曾与赵文卓有过短暂的露水姻缘 并坦言道 我现在很怕谈恋爱 因为我一谈恋爱 就会全心投入 很容易受伤 而跟剧组中合作对象拍拖 是属于露水姻缘 更不敢尝试 我尝试过一次 只20天就结束 这段20多天的露水情缘 被怕出有两大嫌疑人 一个是当红炸子鸡何润东 另一个则是芳心纵火犯 赵文卓 但由于何润东从中学时候开始 就曾有严重自闭倾向 自然比不上纵成 情场多年 深得女孩子欢心的赵文卓 来得更讨喜 于是赵文卓就大张旗鼓的 家里养一个 外面留一个 无缝衔接 沉迷在两个女人的浓情蜜意中 但这两个女人最终也没能留住她的心 一个20天之后就分手 另一个则是未婚生子 落得被抛弃的下场 据传 小莲生产之后 赵文卓把他们母子从加拿大借回北京 把北京的房子转到小莲 就转身离开 讽刺的是 最终收服浪子的情场终结者 竟然是法海未能收复的那条小白蛇 2003年 赵文卓与张丹璐 于饭桌上认识 最初只是普通打个招呼 后来又有了几次见面机会 朋友们就帮着撮合 两人都感觉对方人不错 又都是东北人 一家还学功夫 挺有共同语言 于是在2003年非典时期正式确立关系 对于与张丹璐的结合 赵文卓曾笑着说 我演过法海 他演过白蛇 没想到法海取了白蛇 连朋友都常常取笑我们 现在玩笑话早已转变为神话 从那之后 张丹璐在北京就经常开着赵文卓的宝马车外出 私下礼馆赵文卓叫卓卓 2006年 两人正式步入婚姻殿堂 不到一年为他顺利生下一个女儿 但是赵文卓开心不已 怀抱妻女郑重地说 从现在起 我的责任更重大了 我要照顾两个女人一生一世 接着妻子又替他生下一个儿子 将一对子女凑成一个好字 时至今日 常常能看到赵文卓带着妻女一家 在微博上秀恩爱 好不圆满 人们常说 所谓爱情不过是在合适的时间 合适的地点遇到了合适的人 赵文卓就刚刚好在最想收心的年纪 遇到了张丹璐 于是他把欠梅姑的仪式疼爱 小莲的愿得一人心 百舍不相离 倾心赋予了她 细数赵文卓的情史 从梅艳芳到蒋晴晴 再到小八岁的张丹璐 兜兜转转十年里 她竟然游走在六任女人之间 堪称万花丛中一点红 只能说是造化弄人 陪伴那个少年成长的女人 最终没有成为最后爱人 只落得了一个肖香欲允的下场 又是后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一切都靠命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 莫强求 该走该留 都该抱有得知我信 失之我命的乐观态度 是你的 始终是你的 所以只要 于心无愧 肖肖洒洒 爱一场足矣 人生嘛 就是莫文虔诚 且行且珍惜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 无见不散